恭喜辽宁队1比0拿到了第一层 那么赵吉北呢拿出了九季三分球 陈帅峰也打出了不错的包挥 然而无钱 外加上了王世龙却受到了很大的争议 其实这一次关键的比拼 为什么说辽宁队能够成功拿下第一层呢 那么接着呢就是仇州队开局不利 而且是主场作战的情况下 如果按这个趋势打下去呢 仇州队本个赛季很有可能直接凉凉 也就是被辽宁队直接给战胜 最终本个赛季按照开局的这种趋势来打呢 辽宁队很可能会未免总冠军 那么首先呢要提到本次的比赛呢 一共有四个看点是最值得一提的 第一个看点啊 我们必须得提到作为以往常规赛的MVP 也就是无钱 无钱本场比赛的得分数据居然十分都达不到 他是作为整个仇州队最关键的一个得分手 但是无钱为什么说得分数据那么低呢 他仅仅拿到九分数据呢 而且无钱他作为球队当中的当当 也就是球队当中的一哥嘛 但是无钱压根没有打出来 而且以无钱他这样的发挥打下去的话 真的球队抗忧 本个赛就如果球队要渴望仿招 把比分给扭转回来 把局面给方旁 最终赢下冠军 那么无钱这个点必须得站出来 很可惜啊 无钱不仅得分数据只有九分啊 甚至都上不了双 另外呢无钱呢 他连续给辽宁队好几个助攻 真的是让人去推测 无钱他到底是帮助球队去打比赛的 还是说帮助辽宁队打助攻呢 这个点呢不得不让人争议 无钱对比赛继维 双方的差距实在是巨大 因为无钱他过去是常规赛MVP 在囊囊呢也有拿到了年初的18分 面对伊朗战队确实无钱打得不错 但是为什么到了西北的季后赛 无钱的战绩简直就是八垮 这跟他常规赛当场30分以上 随随便便的数据完全是两个人 所以呢无钱的这个点 如果他发挥不了 本个赛季筹州队的冠军 要白给 直接送给辽宁队 第二个点呢就是非常优秀的 那就是不可否认赵继伟 连续9个三分球 确实打停了筹州队 全场居然拿到了非常高的29分数据 直接比福格外援 比整个双方球队的外援还要高 其实赵继伟的9季三分球说明了一个点 如今才27岁的赵继伟还非常年轻 其实他去征战国际大赛也好呢 在西北打比赛呢 赵继伟这个点都是让人值得关注的 尤其是赵继伟他从被乔尔杰维奇提拔 进入到囊狼国家队 从囊狼打完比赛回来 赵继伟的状态仿佛变了一个人 从原本的一个发挥比较平稳 大概都是在15分左右的一个数据 突然间呢 本个赛季的季后赛 打北京队呢 有当场33分的 那么打浙江广萨队呢 也有当场去到25分以上 很轻松 这一次打到了总决赛 赵继伟居然当场首仗拿到了29分 三分球直接标了九季三分球 当然是三分球呢 就已经拿了27分了 另外还有两分呢 也是赵继伟通过他的投篮命中率拿下来的 所以说赵继伟现在的得分数据 以他这种状态打下去 不仅是上个赛季能够拿到MVP 本个赛季的MVP总冠军 很有可能啊 都会被赵继伟拿下来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 辽宁队必须本个赛季要拿到冠军 赵继伟才能拿到MVP 按这个趋势打下去呢 其实赵继伟他这个水平 手发囊囊的一号位没有问题 以前大家都知道 郭爱伦在的时候呢 整个辽宁队的得分 完全依靠郭爱伦 那么现在没有了郭少 他因为受到了大腿的救伤复发 磋伤了 那么赵继伟他反而充当了 一二号位的摇摆人 不仅能够打控球 也能够打得分 确实让人佩服 第三个点那就是整个仇州队 为什么会输给辽宁队呢 而且最终输的数据 还是让人有争议的 因为哪怕打到了最后时刻 浙江仇州一直都没有把比分给反销回来 基本上都是维持在六分左右的分差 当然了最终输到的比分也是低于十分 但不管怎么说 本个比拼打下来 仇州战队有两大最成 第一个那就是无前 第二个铁定就是瑜伽豪 因为瑜伽豪全场比赛得分数据 以及篮板球确实相当低迷 他仅仅拿到了一个篮板球 三分数据 瑜伽豪他被誉为本场比赛的一个工程 原本大家都期待瑜伽豪会不会打爆韩德军 他会不会把狼板球全部拿捏下来呢 也就是绑住莫朗德跟韩德军这两个点 事实证明 年仅二十岁左右的瑜伽豪 他不仅步伐比较慢 而且身体对抗确实强度不够 但我们也不能全怪瑜伽豪 因为他还年轻 大赛经验确实不足 瑜伽豪仅仅得到三分一个狼板球 无论对比起李小旭和韩德军 又或者说对比起莫朗德 实力上的差距 分差上的差距 篮板球的差距实在太大 这也是为什么瑜伽豪本次比赛 为大家去分分质疑 指点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个人认为瑜伽豪还年轻 其实他未来的发展潜力还是比较不错的 总的来说 无钱的这个点被锁死 也不错 同时瑜伽豪的这个点 基本上打不过韩德军 也对位不过莫朗德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如果说瑜伽豪的这个点发挥不出来 剩下来的六场比赛 浙江球州要访超 真的是难度系数非常大 瑜伽豪的这个点得分只有三分 狼板只有一个 确实说不过去 大部分的情况下 其实球州战队都是给到赖特 去扛下重任 如果不是赖特战出来 那么球州队的狼板球更是相当尴尬 所以呢本次的比赛 你要说球州战队最大的两个最诚 那铁定就是无钱 第一个 第二个是瑜伽豪 第三个呢也就是我们提到第四个点 那肯定就是球队当中的四龙大哥 因为他是整个球队的大的指导教练 王四龙为什么他在之前接受采访 他提到了他渴望在季后赛打进决赛的时候呢 去对战广东队 但很可惜啊 最终球州队没有等到广东队 广东队在八强意外首先出去了 那么接着呢 王四龙他就提到渴望在总决赛对战浙江广萨 也很可惜啊 浙江广萨直接被辽宁3比2淘汰 当然了广萨队被淘汰跟大邱的受伤有很大关系 如果胡金秋不受伤那么广萨队还是有机会的 到了总决赛啊 辽宁队面对着球州队 这个时候的王四龙作为球州教练 他一开始预测的想要面对广东队的渡风 打总决赛的预测猜错了 第二个呢预测打广萨也猜错了 最终被逼无奈打辽宁 王四龙原本呢他面对辽宁队 他表示到也尊重对手 但是呢赢下来的信心比较大 毕竟球州是本个赛季的常规赛冠军 第一名的战季 拥有一个主场优势 本届的亚运会呢 也会在奥体中心来举办 也就是在杭州 在球州的主场来举办 拥有主场优势 天时地利人和 原本大家都以为手杖开门红 球州会拿下来 但很可惜王四龙还是失算了 没想到原本拥有的优势 于家豪的内线反而被辽宁队给打爆了 后卫线的无钱呢 也发挥不出来 得分数据只有9分 对比起赵纪伟的9个三分球啊 特别在对比起辽宁队的福格的26分 杭德军居然也拿到了整整20分 作为一个35岁的老将 杭德军得分超过20分 11个篮板球啊 这样的数据相当炸裂 毕竟是一个老将啊 体能各方面的状态肯定有影响 但为什么能够得到20分 说白了这将仇周队的内线被打爆了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说呢 包括了莫朗德 包括了韩德军这几个点 不得不提 韩德军到了这样的年龄啊 而且过去包括了手臂 鼻梁各个方面都受过伤病 现在也能够面对第一名的仇周 拿到20分11个篮板 所以呢 全场的MVP 除了赵纪伟的29分 9个三分球 其实我认为最佳的MVP 应该帮给韩德军 不是赵纪伟 因为韩德军已经35岁了 赵纪伟只有27岁 还年轻了 总体来说呢 发挥最大的功成 铁定就是韩德军了 11个篮板球 20分数据 全场最佳 总的来说 希望接下来的仇周跟辽宁啊 能够打得更加精彩 像这种比赛呢 才是真正值得一看的 而不像过去的比赛 更多上热点上热搜的 反而是裁判组啊 所以希望呢 接下来啊 仇周能够 把握好内线啊 特别是瑜伽好 这个点 必须得 把篮板球防守给做好 同时无前的这个点呢 作为仇周队的第一MVP 第一核心 必须得站出来 不然对比起赵纪伟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 所以呢 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呢 更多的优秀选手 能够打出来啊 成为全场的焦点啊 而不像此前的棒决赛 裁判都成为了热搜第一名了 所以 希望接下来 能够有更多精彩的发挥吧 那么后卫线跟中锋的 这两个点呢 是仇周方盘的 希望 必须得总结方式 不然的话 这个冠军 非常选 是可能的 哦 锋